LCK夏季赛常规赛已经在8月9日结束,季后赛间在8月12日开始。 对于这个常规赛各大战队的表现,BESTG竞数据榜也在赛后给到了各个位置职业选手的前五名榜单。 具体如像,上单选五名,第一名是OPS的上单KLIN现在算是取代Coin成为了新的LCK第一上单。 以目前的成绩来说,OPS很有可能通过冒泡赛打DF8,同时KLIN也是当初被SKT淘汰的上单选手,SKT在SELFKLIN之间选择了Fail。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鬼不当初,第二名是KT的Smack如果说春季赛,还有人认为Smack变菜了,那么夏季赛可她就完美打脸。 KT多少局都是在SmackZ网黄篮下取胜的。 从S6到现在,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,如果KT去到S8,将会是LPL最大的对手。 第三名是格里芬的Sword,第四名是KZ的Coin,第五名是Jandy的Covie,打脸选五名。 第一名是格里芬的Davin,目前被认为是LCK最具进攻能力的打脸选手之一。 第二名是KZ的Pinit,不过小花生自从S7加入SKT之后,就有大赛软小夏的表现。 如果这次KZ去到S8,不知道她能不能完成自我救手。 第四名of the Spirit第五名KT的Score中单行五名,第一名,还是格里芬的Sovie被LCK老友认为是下一个第一中单。 第二名是of the Goro指的一提的是,在SKT与KZ的比赛之前,第二中单还是PVM,就在P黄打出了0-9的发条后,小失在了前五名名单中。 第三名是KZ的BDD,第四名是KT的Yuko,第五名是HLE的Blood,可惜Faker也没能登上这个榜单。 ADC前五名,第一名还是GLFD Viper,应该是目前最全能的ADC选手,不论是传统AD还是法师走下路,都打得非常好,甚至还拿出过题目AD也赢了。 如果去到S8,她的英雄只会让很多人摸不到头脑。 第二名是Gentee的Ruler,第三名是of the Women,第四名还是of the Kramer。 第五名是HLE的Sandio,Prey,Ben以及最近表现不错的Depth都不在前五,辅助前五名,第一名还是GRFD Li-Hans, Li-Hans曾经也是SKT的训练生,最后和Kane一样的下场,被淘汰了。 第二名是KT的Mota,第三名是of the Tuzin,第四名是HLE的Key,第五名是Gentee的Korge,哪怕Orily一样没能上榜,总的来看。 SKT无意人上榜,KZ下路组合没能入选,KT的ADC选,首Depth没进前五,五个位置全部进入前五的是of the Griffin,但是Griffin除了上单之外,其他四个位置全部是LCK第一名。 看来今年非常被看好,不过常规赛和季后赛最大的区别,一个是自身战术的多变,和对对手战术的应对,另一个是心态问题。 不知道这只年轻的Griffin能否抗住压力创造奇迹呢? 那么,对于这件事情,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?